不好了 一个能将男人变成女人的怪物 跑到光之国来了 把男人变成女人 这么邪恶的东西 必须要马上销毁才行 糟了 迪迦大人有威胁 迪迦 迪迦 你没事吧 不要过来啊 这家伙太强了 你快点走 你在说什么 我们可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啊 我是不会丢下你的 啊 好强 赛罗 你没事吧 不要过来啊 这家伙太强了 你快点走 别再说傻话了 我们可是无敌的奥特曼战士呀 没人能打败我们 啊 好强 杰德 你没事吧 不要过来啊 这家伙太强了 你快点走 不可原谅 竟然把这家伙变得这么可爱 好喜欢啊 我饶不了你 哦 好强 你们就是单纯想变成女生吧 你们几个好变态 啊 要变成美少女了 我还不关注 我走 年轻的奥特曼们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最想变成哪个英雄 奥特之父 其实只要是正义的奥特曼 我都想变 对 我们都想变成光 就你们还想变成光 你们快看那里 你们不是都喜欢奥特之父吗 现在奥特之父已经中了我的迪斯九五光线 已经黑化了 他也会变成你们最厌惑的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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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喂 我的酒呢 我怎么会在这 迪迦 你为什么要断我的酒 我要跟你拼了 老哥 我也是为了你呀 我太难了 你们最喜欢新生代的哪个奥特曼 点赞 评论 大家好 我是大圣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两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刺客五六七 大家好 我是哪吒 一边是全武国第一暗影刺客 一边是天兵神将小哪吒 都是熊猫眼的他们 到底谁更厉害呢 那必须是我 我作为一个顶级刺客 因为失忆流落到一个小村庄 看了一家理发店维持生计 一个理发师有什么本事 我擅长隐藏自己的行装 经常会变成奇奇怪怪的东西混淆视听 擅长一切运剪 只把看似正常的剪刀 其实就是我的杀敌武器 就你这点本事还跟我比 咦 就这么狂 要知道 我可是灵珠子夏凡 我可是神 神要怎样 来一决之雄 我可是灵珠子夏凡 灵珠火轮 谁害谁不成 你的魔刀千人呢 怎么还不上 拥有魔刀千人 我就再也不是那个无人的理发师了 这哪吒跟二郎深一个级别 以五六七的实力还得努把力啊 所以我完胜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记得点点赞哦 大家好 我是大圣 奥特曼的历史很悠久了 都知道 我外面奥特之父是光之国的老大 没错 就是我 但是我们奥特曼也要会老 等我退休的时候 拿个奥特曼回来解体我的位置呢 把你们心中的人选打在公屏上 说到集成人 肯定是我泰罗奥特曼 我作为奥特之父的亲儿子 没以上是最容易集成的 但是 泰罗奥特曼的能力能不能负重 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谁说我能力不行的 我可是宇宙行卑队的总教官 我身边的亲信 都是最能打的 要是参加竞选 我的支持者肯定不少 相比较泰罗 这位的领导能力就不得不提了 尤其那位大人 佐菲奥特曼 我是佐菲 宇宙行卑队的队长 我比泰罗更年长 经历的事情更多 我胸前就是正名 没错 佐菲是奥特行卑队里 地位仅自于奥特之父的人 而且他是银族天生的领导者 阿胜 你把我放在哪里了 赛罗 赛罗的老爸是赛文 是奥特兄弟里很有影响力的元老 除了我老爸 我也很有能力的好爸 我有自己的超级警卑队赛罗小队 你还想的没 说来说去 你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罢了 泰家 最后一位竞争者 就是泰家 没错 就是我 礼合时代的第一位奥特曼 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官三代 如果我爸继承了光之国领导人的位置 那下一位领导者 肯定就是我了 作为奥富的孙子 泰家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成长成为一个出色的奥特战士 好了 你们心中光之国的继承人会是谁呢 下方评论哦 这照片是你们吗 是 那时候我还很瘦 这就不是你们 你说都不是我 不是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两个赛罗 我是真的 你是假的 你是冒充的 我才是真的 既然你们都说自己是真的赛罗 那我来问你们几个问题 回答对的 就是真赛罗 第一道题目 第一部奥特曼是什么时候播放的 第一部奥特曼作品 宇宙英雄奥特曼 于1966年出登于电视萤幕 当时电视台的平均收视率 有36.8% 最高的一集达到了42.8% 随后 刮起了一阵强烈的奥特曼风暴 从日本蔓延到整个世界 记得当年播放的最后一集时 日本不少孩子打开窗户对着天空大喊 谢谢你 奥特曼 是这样 第二道题目 奥特曼之父是谁 很多人会以为是远古公司的社长远古英二 毕竟奥特曼公司只有远古公司一家 实际上奥特曼的造型出自雕刻大师程田亨 是他创造了奥特曼 以及奥特曼的大戏伙伴 怪兽 是这样 第三道题目 为什么奥特曼长相奇特 奥特曼的设计中 雕塑大师程田亨 从宇宙火箭的金属色中汲取灵感 又结合佛像和日本穿透面具能面的特点 给奥特曼设计面部 让奥特曼的面部在不同光线和角度下 能够呈现多样化的表情 有古典雕塑一样的美感 符合一个完美的宇宙英雄的形象 是这样 怎么你俩都知道 那到底是谁呢 有了 出来吧 子铁星 什么 机械赛罗 厉害呀 对了 你们知道奥特曼是打哪来的吗 下方评论哦 不是吧 又有两个赛罗 我是真的 我才是真的 每次两个都长得一模一样 我看还是用老办法答题吧 有道理 我问你们 赛罗的口头禅是什么 这还能难倒我 还早两万年呢 哎呀 连这都知道 看来这次假赛罗是有备而来 我是没有办法了 那没办法了 还是用拳头定胜负吧 好啊 来呀 无限赛罗 强拆了 终极赛罗开甲 合体 还有两下子 你也不赖 对了 奥夫去哪了 完了 战斗太投入没有收住 没办法 只有用那招了 没想到这两个赛罗都有闪耀形态 这不科学呀 不不不 这就是科学 提卡丽 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我正利用赛罗的细胞培养新的力量 结果出了事故意外创造了一个克隆赛罗 他拥有赛罗在光之国所有的记忆和力量呢 原来是这样 那他们谁是科隆体呢 我有办法 两位赛罗 我问你们 你们有位女儿 而且不是奥特曼 这是正确的吗 没有啊 当然了 那真是一段幸福的回忆啊 嗯 我已经知道谁是科隆体了 观众朋友们 看出来了吗 记得在下方留言哦 呦 这不是皮股萌吗 我们怪兽军团的小宠物 来叫一声 整个奥特曼界和怪兽界都知道 我皮股萌是个废物 但如今三年之期过了 你们都得给我跪下 你 烦了 烦了 区区皮股萌 竟如此目无尊长 不好了 神秘丝奥联手进攻我们怪兽大军了 什么 皮股萌 我现在没空搭理你 等回来再找你算账 皮股萌 神秘丝奥联手来袭 只有贝利亚出手才能拯救怪兽大军 而你 就是一个loser 神秘丝奥 我能击败 真是大言不惭 给我把他赶出怪兽大军 啊 霸者之息 三年之期已到 属于我皮股萌的荣耀 我要亲手拿回来 贝利亚 你看好了 哼 区区神秘四傲 弹指一挥间 心刻刻灭 小的永远不识泰山 不知您是龙王大人 我愿永远做你的忠权 随时替你发落